大家好 吉尔昆子带你了解当今世上最神圣 保存最完整的释迦摩尼 十二岁等身佛像 金主供奉与西藏拉萨大昭寺世尊佛殿中央 此相藏语称绝卧人波切 意为世尊大宝 是一尊罕见的艺术真品 大昭寺的释迦摩尼佛像 藏语称为绝卧佛 绝卧人波切坐向高一点五米 造型生动 神态安详 左手捧拨 右手膝盖 面容慈善 默默含笑 好像在蜿蜒府为万物众生 释迦摩尼在世时 弟子们未使他的真荣传之后 是特请工匠替他造了四尊八岁等身像 和四尊十二岁等身像 又称绝卧佛 因为释迦摩尼的乃母等人从旁指导 故造像与其本人酷相 据藏文古籍 松赞干部一教 记载 印度国王达尔玛巴拉 为感谢中国皇帝资助他击溃入侵者 使佛法重放光明 特将其中一尊 释迦摩尼十二岁等身像 奉送给中国皇帝 松赞干部迎娶文成公主时 唐太宗将这尊像作为嫁妆 由都城长安送抵拉萨 此后 这尊佛像便与藏传佛教共荣辱 藏族人认为它珍贵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最重要的是认为 见到这个佛和见到两千五百年前的佛祖 没有区别 在为这尊佛像建造的大昭寺周围 每天都有虔诚的人们礼拜的身影 还有信仰极度虔诚的人 他们用人间罕见的方式 表达对佛的崇幸 他们从西藏各地 甚至从千里之外的青海 四川 甘肃藏区 一步一个长头磕到拉萨 仿佛用自己的身体 丈量世界污脊上的土地 最后匍匐在佛的脚下 把额头轻轻地贴在他的左膝 低声地陈述自己的祈求与愿望 这是一个藏传佛教徒 最为幸福和满足的时刻